720前夕 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接受本臺採訪 表示 美國應該幫助法輪功修煉者 爭取信仰的權利 蓬佩奧認為 川普政府是數十年來 第一個敢挑戰中共極權核心的美國政府 而拜登對抗中共的力度仍然不夠 令許多香港和中國其他地區的人感到擔憂 新唐人記者喬安 綜合報導